爆爆爆爆 我是小花姐姐 她是可愛的小花妹 我是小蜜 哇 好香的味道 是小花妹的香味嗎 這裡啦 這裡啦 很香吧 小蜜 今天小蜜香噴噴的耶 可是 好像有點太香了 啊 會嗎 會不會是我香水噴太多了 小蜜噴香水 對啊 為什麼要噴香水呢 桃桃姐姐 我偷偷跟你說 因為我昨天沒有洗澡 所以噴一點香水 這樣大家就不會發現我沒有洗澡啦 你沒有洗澡 啊 你太大聲了啦 哎呦 現在大家都知道我沒洗澡了啦 可是小蜜啊 為什麼你不洗澡呢 洗澡好麻煩喔 小蜜 洗澡雖然有一點點的麻煩 可是洗完之後 全身都好舒服喔 而且 而且 雖然噴香水可以讓身上香香香的 但是身上那些髒髒 油油的東西 都沒有洗掉 還留在身上耶 這樣子很不衛生 又沒有禮貌喔 難怪我今天一直覺得自己身上髒髒油油的 有一點奇怪 那如果不洗澡 對別人是沒有禮貌的話 那我不要出門 不要碰到別人就好啦 不出門不碰到別人 就不用洗澡 我知道了 那小蜜以後也不用出門 去買好吃的蛋糕跟餅乾囉 不要不要 那我洗我洗 我會天天洗澡保持乾淨的 這樣子才對嘛 小朋友也要記住囉 每天洗澡才是愛乾淨的好寶寶唷 下次我們再來學更多的禮貌吧